嗨 大家好 如果您对这样的离中国城特别近 华人区生活方便 学区好的新房感兴趣的话 就请看下去吧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 书格兰的一个新房子 建商是Darling Home 这个样板间是三车库的 三车库是家装 两车库是标配 这是一个比较traditional的 一个现代 有点传统风格的 现在我们就先来拍一下 一进门是这样的感觉 它也是一楼两个卧室 随移进门的左手边呢 像是一个套间 这样的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小套 带着洗手间全位 我们现在就 往右手边看呢 是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是带门的 不是开放式的书房 再往里走 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过灶 右手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往那边走 看一看啊 这边是车库 这个门是车库门 然后车库的旁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还是要连着那边的主屋 我们从另外一边走 看一下这住客厅道 这边就是客厅的感觉 推拉门 高调厅 这些都是非常多的房子都有的元素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边是早餐厅 它这个早餐厅比较大 然后旁边是厨房 这些元素 在很多房子里面都有 并不是非常的有特点 但是车库门道的风格就是这样子 然后往这边走呢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洗衣房 旁边是竹窝 竹窝大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 这个竹窝也挺大 然后这边呢 就是洗手间 这是马桶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衣帽间 中规中矩的 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二楼分左右两边 我们先来左手边 这边呢 是一个game room 吧台是家装 不是标凯 game room里面 是一个放映厅 然后呢 再上另外一边看 这边是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卧室 卧室的门口 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在game room活动的人也会用 然后里面是一层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去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呢 还是有好几个房间 两个房间 这一个 那一个 现在这个 门口呢 就是洗手间 这个两个洗手间 共是通着的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边 这是楼上比较大的那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面积真够大的 这个床是个cream的床 顺光看 好的 里面呢 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就是刚才 我说通知的那个洗手间 因为通过这个门过去 就是刚才的那个 台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垂得是弄一点的 唐城的新房子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房子的位置在哪里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新房子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看就这么一点地 可以盖新房 它是一个封闭式社区 然后大门就在这边 是个封闭的社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旁边这个地方 就是著名的唐城大湖区 这里面的房子都挺贵的 然后还得非常漂亮 在刚才的这个航拍图上 应该也都看得到 现在我们就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 在整个修顿的一个感觉 因为修顿很大 毕竟是美国第四大城市 这个城市非常大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的 就是整体的修顿地图 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地方在这里 然后呢 你可以看 可以看得到 这一大部分都是 塞格兰唐城 然后再往这边是 Missouri City 然后再往这边都是 Richmond 然后再往这边都是 Katy 然后包括这边 北Katy 再往前面是 Cypris 然后呢 中国城在这个位置 这边是医学中心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然后再往上走是 Wallant 这边是Spring 然后Tumbo 一个大的位置 然后这边 Baiton 然后在这边是海边 那一块 大概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 就是在西南方向唐城的这个位置 离中国城的距离是25分钟的车程 然后离 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个唐城中国城 离唐城中国城就11分钟的距离 离Uptown33分钟的距离 离医学中心是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就是它的一个距离 因为所有的美修顿的这些社区 所有的这些超市还有学校都是在社区门口的 所以我就不重点的去说明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距离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是您有修顿的房产要卖出 欢迎联系地理修顿地产团队 我是GG 再见了 拜拜